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标股俱乐部 我是蔡佑达 台股今天小涨了28点 但是盘中震荡很剧烈 高低点相差了200点之多 最后收在16060点 有守住万六大关 但是成交量3171亿元 又比昨天量缩了 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亚洲投顾汤顺奎分析师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盘面上的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汤顺奎分析师 好了 今天的大盘还是一样 开始做直吻 最低的时候跌87点 显而易见的这个盘有直吻的迹象 它的走势还是相当的骄傲 非常的高姿态的一个整理 目前来看还没有转弱 会不会走西坡不知道 重点是台北股市有一个融资余额的问题 它要做一波的解决 因为融资已经一直不断的创新高 还有2271亿高烧不退 很多的筹码都卡在高融资的股票 所以这个大盘我认为短线部分 或许有机会拉回 我希望它拉回 拉回完成所谓的另外一波缺口的回补 六国理论告诉我一旦回补完毕之后 就有机会做一波的另外一波的走势 可以看出来资金还是在强调 它在做一波的移转 之前我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就不断提醒你 资金在移转到特定的股票来 你看内需型的 这一波大盘在做整理 你看领先指数创新高是金融类股 没有错吧 你看很多的高烧不退 你看它也是创新高 在高姿态整理的 是钢铁类股 你看银件类股 也慢慢的高姿态创新高 做一波的拉回 生技类股也做一波接棒的演出 逐步的一个往上做一波的攻击 相较于23类股你看 它现在还是一样 在做一波横盘的整理 会不会突破也没有转弱 所以中中来看最弱势的 筹码最乱的电子股 有机会守住所谓的季线 我认为这个大盘都还没有死 比我想象中来得强 众所瞩目的一档股票 它叫做台积电 台积电我认为这个地方 它出现一个跳空 从缺口理论告诉我 今天做一波的确认的一个指纹 你可以抢反弹 我很少讲它可以买 它可以抢反弹 但是你不要错把逢金当马良 你真的很喜欢做台积电 这个地方出现双芯 它可以抢反弹 因为它的技术领先 但是你会发现外资 还是想把它持续的当作提款机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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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回来买 我再给你一个观念 很多人都喜欢解台积电的基本面 但是解了半天它破底 很多外资它会配合旗子来操作 2593亿的台积电 它会配合指数来做微波的操作 在这之前引领台北股是创了历史新高 它就是台积电 它是护国神山 功不可没 这是不争的事实 重点来了 既然台积电这个地方它做一波的破底之后 你会发现外资已经不是把它成为所谓的护国神山的一个超盘的标的 我再讲一遍 它会配合旗子来操作 那也是配合指数来操作 配合这个指数来操作 那它就拉台积电 那短线部分 因为它已经拉拉拉拉拉 散户本来不跟本来不跟本来不跟 现在人手一张基本配备 它发现也不对了 所以你看外资把它当作提款机 外资每天大卖小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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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罵 一人买了 把人的孩子洗不掉 因为外资的钱它是基金的钱 是被动式的操作 它会把资金去落在特定的股票上面 金融类股 你看金融指数今天创新高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 资金在做一波移转 假设你是外资 操盘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假设你是外资 你是外资它是台北股市的主力 它是不争的事实 它会配合旗子来操作 又讲到重点了 所以你要看得懂外资在干嘛 你才知道要怎么操作 所以我这个地方还是要提醒你 台积电全市场就跟你讲 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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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你真的守恒雅 可以抢反弹 但是没有意义 你要去做有意义的股票 比如说你看6531 我们今天买回来的 爱普加码 加码性的买回 我们之前在买在这里 调完之后你看 这个地方加码性的买回 奇怪它就是创新高 它就是不跌 IC设计里面 你要注意这一档股票 我点到此为止 它后面会让你怀疑人生 听得懂 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3322 李立拉拉 什么建顺店 你看昨天藏红棒 今天又准备要创新高了 还在做一波洗盘 老师要杀尾盘 洗盘 听得懂 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的人永远看不懂 我看好股票很奇怪 它姿态就是很高 强者很强 你如果心里面 你对它基本面不了解 你不知道这个建顺店 它后面有什么订单 它最近发了一个CB 它有苹果的订单 但是那个点点点点刮糊 那个叫做基本面 那个叫做悄悄话 我只对我的学员讲 因为你不是我的学员 我只能蜻蜓点水跟你谈一下 它后面会有什么什么什么 苹果的订单 我方面谈太多 反正你会发现 从我他用回讲讲 讲到现在还是让你赚钱 还是让你赚钱 电子股不是所有的电子股都不能做 你要讲过资金在做移转 群创 今天大家都在讲群创 今天大家都在讲面板 因为台积电连电讲不下去了 所以分析师又开始转移阵地 讲一讲都会讲到我的股票来 这张股票看清楚 你不要看它涨成这个样 老师奇怪你讲股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就是一直涨很奇怪 这么高了 还可以再追吗 所以你的心态你会发现 散户又想追了 就如同当初的那个当下 对不对 那个你看台积电 当初的当下 他在走主身段的时候 你一张都没有 不敢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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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进去之后我要最高点 老师解个盘吧 台积电怎么回事 你看 散户永远都是成为主力的盘中孙 嘴边做囊中物 这张股票的主力是谁 是外资 该买的时候不敢买 所以你看面板 我跟你讲 他长成这样 你看他尖尖的对不对 刚开始而已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人他永远听不懂 那我也讲过了 选股这里要做最强的人 选股不选市 你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6416你看 你说老师 好像电子管 这资金在做移转 奇怪你这瑞奇电怎么长得创新高 这样股票不要追 所以我们今天调了 不是不看好他 等了拉回再买 资金在做移转 移转到我跟你讲过了 已经很多不是到电子股里面去了 你难道感觉不出来那个氛围吗 看吊吊吐吊吊吊吐 那你股价你觉得它好会不会涨 创新高之后高档 做头不成反成底 那你觉得它是涨还是跌 你帮我的学员分析一下 需不需要卖 那殖利率才将近快11% 应该不用卖吧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要懂基本面 那今天有 大家都在担心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它叫做长冬海运 盘前盘中盘后 每个都在担心都在放那个卫星云土 那个老师啊 那个长冬海运那个船 卡在那个苏黎寺运河 很恐怖的 那个价格怎么会这样 又要索赔 大家热烈的讨论对不对 有意义吗 热烈讨论股价拉回 老师啊你怎么知道 那个苏黎寺运河 长冬海运卡在那边 全市场都知道 你带着你的学员卖在这个地方 竹竹赚来三根停满之后 收起来 那后面卡在哪里 卡在哪已经不干我们的事情了 那什么时候买回来 你有这档股票该怎么操作 长冬海运的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广告中有电话 或是想办法打到亚洲投过来 他老师跟你讲怎么操作 你真的想做 我们还没买回来 会买回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在看 那个苏黎寺运河 那个海运 那个长冬海运卡在那边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也在观察 目前来看好像没问题 一条船卡着有什么问题 反而拉回应该怎么样 你要鼓掌 漂亮拉回 因为我们卖光光了 漂亮拉回 什么地方是买点 脚步跟进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人永远听不懂 那观念还是把你拉回来 这个盘资金再做一波的移转 你刚才看到了 统一证创新高 金融指数创新高 电子股还在买四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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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分迷指数三 资金再做移转 你一定没感觉了 这个叫做盘赶 这叫做经验 专业两个字 为了公投机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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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18塊3 相較於電子股的弱勢 什麼時候突破的問題 建倉跟你講完之後 你看他去年第三季已經賺完去年的上半年 第三季賺完去年的上半年 上半年還虧損0.65 他第三季開始賺錢 一賺錢就賺了1塊2 單季1塊2 雖然去年是0.59 前三季 但是第三季就1塊2 所以加第四季 去年應該有將近快多少 將近快1塊多 但是重點這種股票轉機性很強 單季就賺1塊2 那你就發現錢放在這裡 逆價上漲收匯股 他做北梯不鏽鋼的 你看他就是不會跌 那重點來什麼時候漲的問題 他就是趨勢型的股票 他是不是電子股 他不是電子股 你一定又是開始大漲 然後很多分析輸不到分析贏 每個人跟你講鋼鐵鋼鐵鋼鐵的時候 你又打來問 老師可不可以追 散戶的宿命都是如此 說不聽 然後到時候 老師持股診斷吧 怎麼辦 就跟現在 大家在問台積電 大家在問聯電 求神問佛 全市場只有我跟你講 不要賣 打死不相信 現在還是一樣 你真的很想買搶反彈 不要錯把逢金當買 搶反彈不是很痛苦嗎 要是我我不會買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的人永遠聽不懂 我再講一遍 剛剛我已經講外資如果要再控牌 他會去拉那個什麼 散戶滿手的股票嗎 他寧願拉金融股 就這麼簡單 聽得懂嗎 群聯 電子股不是都不能買 464佔買方 金湯掛面貼都沒貼 今天今天吊得要吐 481群聯 人輸了要漲價了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怪你不會賺錢 來 圍影 這張股票還沒動 還沒動應該怎麼做 我都是講在前面 驗證在後 就如同很多股票 一波撞完又一波 像這張股票 來 瑞奇電通 最近開始有人談他了 我講的時候沒有人談 瑞奇電 瑞奇電 一百一十九塊 一百十九塊 來 一百二十九點五 一百三十一點五 一百三十一塊 老師要拉回來 老師要拉回來 老師要保守一點 老師要你的功力就這樣子而已 你看他拉回來 溫馨 你看他兩支黑黑 變盤雙心 看法不變 做股票就是這麼輕鬆 我對他了解 了不了解 你看圖卡就知道 我想騙你都很難 亞洲投顧 我們專業度夠不夠 我當初也說的不算 光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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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只有一根 就看得出什麼叫專業 什麼叫功力 這一波一路過關 斬將事無破竹的過程當中 你會想看大盤嗎 你不會想看大盤 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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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您回到標果俱樂部 再把時間交給湯老師 前來應該怎麼賺 報紙打開 台積電 聯電 低潤要漲價 長月要轉價 短月要漲價 車用面板 經濟部長要出來喬台積電 產能 不買好像不行 結果現在在幹嘛 等解套 阿彌陀佛 蔡寶你忘了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你做股票 千萬不要臭熱鬧 拿油對人擺 現在看到很多分析師 他一定跟你講 不用怕 你套牢的 台積電 聯電 趕快來找我 結果湯崇維前綱獨斷 反彈 你要出 你不出 結果哪一個不是繼續套 如果他繼續整理兩個月 繼續整理三個月 我剛才跟你講強反彈 強反彈沒有意義 把資金去放在其他的股票來 真的不會做 想盡辦法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我住長江頭 你住長江尾 共飲長江水 日日失君卻不見君 我做了很多高難度的表演 目的無他 希望你聞鄉下 來 台股震盪 面板雙虎 逆勢衝鋒 老師 奇怪 你講群創 群創法人就拼命買 我就跟你講 剛剛還跟你談 我說法人會去擺其他的股票 不會再買連電 台積電 聽不懂我也沒辦法 老師你講群創 奇怪 法人拼命買 到家去漲 群創 他有車載 重點是東京奧運要開始了 今年又不能開放人進去看 那只能在家裡看電視 那你覺得面板會不會漲 會不會想換電視 群創 那換都換大面板 對不對 你看 老師 創新高你敢介紹 你要解盤 解說我套牢的台積電 聯電怎麼回事 這樣子我才會有收視率 散布喜歡聽這個 我做節目是要介紹你賺錢的 我們是介紹你等解套的 你看 你看 老師怎麼還在創新高 我說股票不怕創新高 怕不會再創新高 這個 程序 程序 換擺錯了 創新高 今天又創新高 今天三位一直在高 法人大百二十五萬張 你看 資金不斷在做移轉 我講過移到特定的股票來 很多電子股籌碼太亂 你要是足利你會碰嗎 你要是法人你會買嗎 現在法人都不買台積電 拼命賣 今天一定又繼續賣 怎麼辦 薪水逸轉 你要順勢操作 你弄也要講 講剛剛怎麼講 你還是一樣 單念一字花 每天台積電 聯電 都是兩三個月前 四五個月前的股票 報紙看越大你買越多 賞戶人手一張 零股拼拼買 那你當外資是傻子 他會幫你抬轎 去想一想這個問題 他真的是護國神山嗎 那為什麼今天金融指數創新高 去想一想這個問題 那資金一轉我們就跟著轉 去找一些高值率率的股票 沒有人發現的 那我也蓋牌給你照 我說快點快點 躺著趴著跪著一起送給你 統一證 一起送給你 那時候二十塊半 叼叼要吐二十一塊四 叼叼要吐 叼叼要吐二十一塊八 叼叼要吐 叼叼要吐 今天二十一塊九五了 看到沒有 他光配息 配息就一塊半 鼓勵零點四 嘎嘎的十點九 嘎嘎的光殖利率就十點九 那叼叼要吐 叼叼要吐 你覺得他吐到哪裡去 大叔金融 這個電子股不是 那他為什麼創新高 一檔股票它叫做統一證 我給你分析什麼 修給你看什麼 資金在做移轉 你要物隨移轉 套牢股票華麗轉身 換股 落花不是無情物 換作春泥更互花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的永遠聽不懂 那電子股不是所有都不看好 菁英 一路看 長這麼高 我會跟你講他會再創新高 講完之後亮燈掌停板 從沒有亮燈 帶你到亮燈 老師還是高難度的表演 再創新高 後來你看一下 拉回拉回了 我跟你講過怎麼樣 跌停 不用怕我們加 沒有老師會跟你介紹 跌停板的股票 看得跌停好像看得過 因為我第二天要加 所以我不敢講 如果來到這邊 那我更高興 結果第二天就指我們 我們就加碼 我還問你怕了嗎 你要看公立嘛 對不對 第二天大漲 你看到沒有 跌停 跌停不會有跟你介紹這種股票 分析師看到這種股票 好像看得到跪了 對不對 轉牆 今天 今天3月25號 回首來時銷射錄 老師啊 什麼叫超盤公立看一下 跌停加碼 然後今天大漲3分2的停板 什麼叫做專業 什麼叫做實力 換你來告訴我 湯順奎 你到底要跟誰做 他真的沒有利多嗎 他沒有基本面嗎 那我湯順奎我怎麼敢加碼 看一下 菁英處分獲利上碳百億 EPS貢獻17塊 他處分賣了一個廠 叫深圳廠 他還有補償 EPS貢獻17塊 看到沒有 到2023年以前要認列 你看今天大漲 你看跌停板漂亮啊 可是呢 你視股票如糞土 因為你看到跌停板 你如果對他不了解 你絕對不敢加碼 你來找我會教你講加碼 不用怕 今天大漲 大漲又來問了 老師啊 菁英可不可以追 你看什麼都這樣 跌停板 跌停板多好買啊 可是你對他不了解 你一定不敢追 做股票應該怎麼做 你會發現 都要反市場 散戶吐口水 不想看的時候 趕快買 大家人手一張後 報紙攤開 經濟部長在喬產能的時候 趕快賣 即便是什麼護國神山 縮破了喉嚨 他就是不會長 還破底 只有我當初也全剛獨斷跟你講 全市場我不看好 籌碼的問題 不是產業不看好 籌碼的問題 這樣聽到嗎 他整理很久啊 那你要怎麼辦 繼續跟他報嗎 搓頭光陰 數息清雲治 你搓頭白髮 你看這個市場就是等解套 因為之前抽的那套 然後現在等解套 你看這個市場 散戶的遊戲規則都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市場我看過太多了 你看我們買股票應該怎麼做 來做一個標準的示範 我更早之前在這裡看好了 那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在這裡 重返銀光幕 38塊4 對不對 522億長東海運 貼都沒貼 清湯掛廟跟你講 早買點 你打死不相信 我說資金啊 從電子股移出來了 電子股不要碰 很多股票不要碰 你看看 老師啊 他還長這一點點不會飆 還說他是主流 資金移轉到船殘股 長龍海運真的還假的 賈文 老師啊 你應該長這麼慢 要怎麼參加 此時他無聲勝有聲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初青呢 初青我也跟你講 你看初青 初青有圖有真相 而且有折訊 你看到沒有 長龍 試駕獲利出清 足足將近快三更停滿 收起來 然後再把資金去做其他的股票 錢就是這樣賺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換你來告訴我唐頌奎 有圖有真相 講在前面驗證在後 白紙黑字 什麼叫做專業 什麼叫做實力 我唐頌奎說的不算 你到底要跟誰做 花開不同賞 花落不同杯 與問相思處 花開花落死 你看看 那現在大家都在談這個 這兩個股票 他叫做什麼 長龍海運 然後今天跌 老師啊怎麼辦 老師啊 太老 又湊著鬧 人家之前說怎樣 海王 我們出光了嘛 什麼時候要買 你有長龍海運的 不知道怎麼辦 來找我們 你想要做長龍海運的 什麼時候是買點 來找我們 廣告中 等一下會有0800的電話 你自己上下運用 我們都是講完真的 你說要看實力 對不對 讓你看嘛 真金他不怕火鍊 亞洲頭顧金字招牌 應該怎麼差量 119塊來 再買方 貼頭沒貼 清湯掛面 任期電動 一百以來告 你到時候要跟隨做 廣告中的電話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好 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